在近日叙利亚政府军空袭伊德利布目标之后,传闻已经在去年被以色列护送撤离的白头盔组织再次现身。 虽然众多白头盔在空袭后的废墟上忙得热火朝天,但是,鉴于白头盔的声誉,这次所谓的救援,也实在不知是有多少造假成分。 在近日叙利亚政府军空袭伊德利布之后,传闻已经撤离的白头盔再次现身。 白头盔正式名称为叙利亚民房组织,因其成员在行动中,总带一顶白色头盔,而被简称为白头盔。 白头盔组织号称,全是由叙利亚平民组成的志愿者队伍。 无设政治。21设计版的红十字会。 但是,从其所作所为,组织者背景和资金来源来看,所谓的无设政治,明显只是一句空话。 这名小女孩至少三次出现在不同的拯救现场。 白头盔的创立者,为一名英国军官。 该名英国军官,曾效力于英国步兵团。 并曾经在北爱尔兰、科索沃、波斯尼亚等多个热点地区服役。 退役后组建的叙利亚民房组织,投身国际人道主义事业。 而在白头盔组织资金来源方面,根据国际媒体公开的资讯。 该组织启动资金,来自于美国、英国和日本。 也有土耳其,在去年6月份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,更是授权美国国务院,向白头盔组织提供660万美元的经费,用于维持其关键活动。 而从该组织的创立者背景,和组织资金来源来看,西方一直是其最大的幕后老板。 当然了,但是从创立者背景和运作资金来源,还是不能认定白头盔的西方特殊组织背景的。 最能观察其背景和政治倾向的,也只有绿色活动。 而从白头盔的所作所为来看,其先称的无设政治,根本是无从谈起。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。 白头漏的马脚,让英国和意大利媒体都表示质疑,在叙利亚内战战场。 白头盔拯救平民的图片,被屡屡曝光。 但是,久而久之人们发现,白头盔所拯救的往往都是受叙利亚政府军打击民众。 其所控诉的也都是叙利亚政府军一方。 而且,在叙利亚所谓的化武袭击事件当中,白头盔更是直接将罪魁祸首帽子安到了叙政府军一方头上,并屡次成为西方打击叙政府军的依据。 同时,对于西方空袭行动和极端组织给叙利亚民众造成的巨大伤害。 白头盔从未有过关注的记录。 甚至于西方违反国际公约肆意使用白铃弹带来的巨大灾难。 白头盔也是视而不见。 而且,随住众多资讯的汇总,白头盔造假的证据也是越来越多。 甚至于连英国、意大利这样的西方国家媒体都开始对白头盔表示质疑。 而在这所有的质疑背后,更多的证据也都表明,白头盔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,在续特殊目的组织。 对于西方使用白铃弹空袭叙利亚之后的各种惨状。 白头盔从不关注,从白头盔过往的作为来看。 其关注重点仅限于叙利亚政府军一方造成的伤害。 对于西方甚至极端组织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。 白头盔从来都是视而不见的。 而且,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,造假和有偏向的拯救,还只是白头盔组织的恶行之一。 其在具体的行动当中,甚至还和叙利亚极端组织有很深的来往。 而由此也可以看出,所谓无设政治的民防组织,其实就是一群打住人道旗号欺世道明的西方仆从而已。 不过,在揭露其真面目之前,白头盔还真骗了不少人。 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,差点就被叙利亚民防组织拿走了。 当时有130多个团体提名白头盔诺贝尔和平奖,不过好在没有让他们得逞。 了解了白头盔的光辉历史后,不得不让人感慨。 真是人生如戏,全靠演技啊。 历任CX。 历任CX。 allowing你� أن眺ira玩。